陈鱼落雁 春秋战国时期,越国有一个叫西施的,是个幻纱的女子,五官端正,粉面桃花,相貌过人。 她在河边幻纱时,清澈的河水映照过她俊俏的身影,使她显得更加美丽。 这时,鱼儿看见了她的倒影,忘记了游水,渐渐地沉到河底。 从此,西施这个陈鱼的代称,在附近流传开来。 西汉时期,也有一个美女叫王昭君,汉原帝会安抚北匈奴,选昭君与蝉鱼结成姻缘,以保两国永远和好。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,昭君告别了故土,登城北匈,一路上马斯燕鸣撕裂了她的心肝,悲怯之感使她心绪难平。 她在坐骑之上,拨动琴弦,奏起悲壮的离别之曲。 南非的大雁听到这悦耳的琴音,看到骑在马上这个美丽的女子,忘记摆动翅膀,跌落地下。 从此,昭君就得来落雁的代称。 后来,大家再称赞一个女人长得很漂亮,就说她有沉于落雁的容貌。 沉于落雁是指鱼见之沉入水底,雁见之降落沙舟,形容女子容貌美丽。 如,高家两个女儿,如今一个出落的有沉于落雁之容,一个长得是碧月羞花之貌。 前可通神 开元间,唐玄宗曾经召见张宝福,并赐给他严赏这个名字。 张延赏长大后,果然不复圣意,高仲进士,被任命为河南隐。 安史之乱后,中原一带生灵涂炭,民不聊生,张延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,出任河南隐的。 上任后,由于政绩卓著,唐德宗任命张延赏为宰相,继而又命他兼长朝廷的赴税收支。 张延赏早就听说,有一桩大案,缘情极深,一直颇为愤慨,就想借此机会,严查此案。 所以,一到任,张延赏便将玉立照到跟前说,这个错案已经拖了很长时间了,现在限令你们十天内结案。 第二天,张延赏早早来到衙门,刚一落座,便发现公案上有一张纸条,上面写有两行小字,孝敬张大人三万贯钱。 请您不要再过问这个案子了。 张延赏身为改相,从未见过有人如此嚣张的行贿,他气得把纸条撕了,并招来玉立,将十日期限改为五日。 谁知,第二天早上,张延赏的公案上又出现了一张小字条,仅有四字,钱五万贯,这一次比一次高的价码,无疑是一种挑战。 张延赏大怒,他告诉玉立,两日内必须结案,张延赏以为自己的浩然正气一定可以镇住行贿者。 可万万没料到,第二天,肖张的小纸条又出现了,上面写着,钱十万贯。 这次,张延赏沉默了,他长叹一声说,钱一旦到了十万贯这个份上,鬼神都能买通了,还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呢? 我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啊。 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。 钱可通神是指,金钱的魔力和诱惑极大。 如艺术在钱可通神中陶冶着人们的情操。